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创新低吗 外资昨天不是大卖了超过240亿吗 事实上外资的空单还创新高 还有25000口 那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个盘要回了 那为什么见回不回呢 所以稍后要来解谜 再回到盘面的重点股 第一档个股当然要来看的是 开发进攻到了涨停败 而且金融分类指数创下了史上新高 金融股要取代过去的主流而成为新主流了吗 当然过去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还是非常勇 最主要是苹果的股价创下了波段新高 台积电在今天大涨19块 收在979 但我们注意到盘面的投机气氛非常浓厚 特别是中小型股 陆陆续产生了腰股 最腰的是莱德 莱德五天涨了50% 这样的气氛对多头是好还是不好呢 敢问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科技业总经理吴金融吴总 大家好 请到金融平均协会理事长林强昕 阿官好 大家好 以及前基因操盘人温建勋 阿官好 大家好 要请到万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资深财经媒体人 注意集中阿中哥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解谜好不好 蔡总来 这个盘其实蛮诡异的 第一个新台币创新低 我刚刚讲了 外资大卖247亿 外资空单25000口 但这个盘不跌就是不跌 而且还大涨 应该就是钱太多 钱太多 奇怪我口袋都没有钱 那钱都在谁家 股市疯狂 首先我们看一下 昨天美国职位空缺是增加 表示就位市场还是很强劲 但是包讲一句话 他在欧洲开会 他说这个通膨有进展 但是他也没有讲说什么时候降息 市场就解读 鸽派 这是因为包尔吗 包尔一句话就救了 台股也救了美股 那纳子跟标普昨天再度写下历史新高 但是怪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赵道理这样的话 亚洲货币应该要升值 对不对 对啊 今天很奇怪 台币三十二点七 八年新低 我都想不透啊 台币 既然是鸽派言论 对 然后日元快一百六十二 不是我们台币 所有的亚洲货币 都是怎么样 对美元来变值 照道理要升啊 这个很奇怪 第二件事情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 是不是刚才有人讲说 那是不是笃定那个川普会当闲啊 来来来 阿中哥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现象诡异啊 因为美国的利率太强了 就是美国 美国跟台币的利差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台币也在升 美国现在利率是多少 我们现在大概二点多嘛 二点多 可是跟他的那个利差 在缩小中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的利差到三个百分点 是 可是因为当我们央行开始升了以后 他 利差在缩小 对 利差在缩小 所以我们就开始扁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 如果美国的利率 十年期公債值利率能够降 那我们就有机会了 好 那接下来就有机会 反映台湾的基本面 所以就有机会升值 对 才有机会升值 否则会一路扁吗 因为美国十年期公債值利率在涨啊 这两天一直在涨 那快到三十二点击真的是 大家现在看傻了 好 来 那第二个就是盘后美国股市是 开始回荡了 盘后美国股市开始回荡了 但是美国股市 那个开始 那个上半年比较没涨的 不涨股 我告诉你 你看现在最强的是特斯拉 是我们上半年看的最衰的 对 它昨天涨10% 但是今年还是跌了7% 苹果今年涨14% 纳斯达克涨20% 它是弱后 是纳斯达克 就是今年上半年最弱的两难股股 但昨天大涨 安森美是会办昨天涨最多的成分股 涨了5% 但今年YTD跌12% 但是 风水轮流转了 对 上半年的时候 今年涨最多 但是唯一跌的 所以在这个大架构当中 台股有三个这个疯狂的现象 第一个 今天金融类股指数领先大盘创下新高 你看 那个大盘还没有过23406 金融分类指数创是历史新高 创高了 所以我要解第二个谜 外资昨天是大卖247亿 会不会外资看描头不对 包了怎么讲这个话 我赶快回来回补 但是你说他昨天才刚卖电子 叫他补电子 对对对 那个会有心理障碍 应该会后来补金融 应该阿关就讲到重点 我也猜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三大法人的数字 还有那个持股民信 但是可以合理的推敲 外资这两天卖钞 发现没错 第二包也加到 我让是上个月刚把我的房子卖掉 发现这个房价持续创新高 我会在同一栋楼 再把我的房子买回来吗 买别的区域 对啊 这个概念吗 心态没办法 我订过我的房子在买到 结果叫我去买我家宾 楼顶还是楼顶哪有可能 那阿关讲到重点 所以你可以就解读 跟AI有关的 因为现在回答在正义 F4台积电鸿海 莲花科到广达 你注意看他都没有创高 创高的是前十大的这个全职股 有三家是金控 互帮创高 国泰金 国泰金还原前洗 这个很正面 他除息两块又创高 打个无信心 以后金融股也要除息 中信金创高 但是最特别是这个2883的开发金 今天开发金竟然亮灯涨停 我们看一下他的K线 他一度涨停 后来虽然打开也接近涨停 我告诉大家 但是你看他这个炒红K棒 一根红K棒吃掉多少 我们要解读这个现象 因为金融业的财报公布 透明度很高 每个月都公布 开发金到5月的时候 今年以来 EPS是0.77 但昨天的收盘是14.9 比莱德还低 莱德现在已经标到15块了 莱德哪有可能财报会转正 莱德太夭了 对 但是大家想象 我无论这样5期涨停 我还做莱德 我回头买这种开发金的 这样半年报推估应该有0.9元 股价还比莱德低 今天就冲进去了 所以从金融股可以解读 我们观众要注意 未来比较稳健会表现的股票 可能是半年报 应该他释出一个信号半年报 这个情况 那第二个这个 第二个疯狂现象 对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那个 YTD比较低的嘛 美国一地级在补涨 你看我们以半导体来讲 今天南亚科金豪科加金黄帮 相对都涨多 但是都是复仇者联盟啊 今天涨了以后 他今年还在跌啊 还在跌啊 够报仇的啦 对 复仇者联盟嘛 那第三个这个现象就是比较 我刚才讲 你只要主力赶了 那赏户就跟啦 这些股票 我们来看今天赏停哪里的这些股票 昆赢来得 易登影汉联军至胜 莱保阳城 这种都是中小型的 但是我要看 我们来讲两个现象 然后还有一档在盘中涨停 叫做中环 中环以前价位都比来得高啦 因为中环会拿自己的钱 去进出那个航海网啊 所以他有时候 他在EPS是有的喔 他去年是1.68元 来得是亏喔 但是现在价钱既然比莱德低啊 不敢玩啦 中环今天盘中急功 你看一度涨停 那这种投机气氛 是对多头有利还是不利呢 当然不利啊 但是你没办法 现在钱太多 你怎么可能不猴狂 你大家都知道这没财报啦 莱德昨天公布还是亏损啦 但是今天涨停还是锁住啊 没理解关这个事情啊 但是第二个请大家注意到 大事情啊 来你都要休息嘛 听说啊 反对党下个礼拜要修改那个核管法 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 他要把核管法修改了以后啊 就是那些核能可以用了 那绿能现在是集三千宠爱预生 你都要用我吧 电脯交流都用绿能嘛 风力嘛 太阳能嘛 那假如核能 我也可以下 我也供电的话 我还说那锅皮就差了 你知道 你看今天六八六九那个云报 来我们来看云报 六八六九的云报 他短时间就拉升了一倍了 云报现在差点开始跌停板了 就这个消息已经出来了 所以绿电股要开始小心了吗 不是 那个法案下个礼拜假如通过 听说灰核交易要被拿掉 现在要临近家园 临排放临近的那个家园 不晓得啦 这个是立法案的事情 我们要注意 所以民进党的身处牌 真的开始动摇了吗 来问一下昌星 是 现在看起来是内资的力量比较大 内资在加外资 昨天外资大卖 你可以卖错啦 对 而且基本上是买不回来 大家 他现在买可能买金融股 对 那为什么要买金融股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特别把0050的前20大列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整个现在的涨跌幅来说 金融股的涨幅 或是金控股的涨幅 其实是落后于电子股 那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 前一波不是到昨天为止 其实外资就怎么样 一直在压保什么 金融股还有压保什么 这些所谓的 我们说折价的这些ETF 他电子股买得很少 所以表示说现在的盘 一旦盘创高的时候 他就用什么 金融股来创高 所以阿关你可以看一下 包含富邦金的涨跌幅 你看富邦金今年涨25% 富邦金在这里 对不对 今年涨了25% 你看第一名 我们对标 我们来看第一名台积电 第二名鸿海 第三名联发科 第四名广达 那么2024年的涨幅 涨最多的台积电涨了61.89% 鸿海95% 对 小胸海几乎涨了一倍 那鸿海应该排在前面 没有我是照全职排的 你是照全职排的 所以不是照涨幅排的 鸿海涨95% 那联发科涨40% 联发科涨38% 广达涨36% 所以这是照全职排的 不是照涨幅排的 我们来看 那金融股的富邦金涨25% 相对落后 对 然后国泰金 黄色都是金融金控股 但是中芯金涨不少 中芯金涨了35% 所以中芯金这波已经涨多了 不输广达 对 那今天就是 国泰金涨27% 也相对落后 对 那今天也是让大家 觉得大黑码是赵峰金 你看今年才下面 在下面 2886 赵峰金来 赵峰金才涨3% 对 所以今天也大 运山金涨11%落后 元大金涨16%落后 对 所以意思就在于说 其实 就是落后的要 对 外资也是这样 风水轮流转 外资在押注的过程中 他也会觉得说 我这边的押注 其实它会有一个 资金的翘翘板 然后我也回答 一个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新台币变 那整个现在的盘面 还这么强了 给我一样新台币的图 我们来看一下新台币 其实新台币 其实一路以来 从今年以来 其实都一直在变 我现在手上有些美金 是否要赶快去换一换 还是等一下 应该还是会再扁 再等一下 对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娟姐其实 我跟大家讲 国人就是台湾 喜欢买美国债券 已经是全球第十名 意思就是说 全台湾人买了 两千五百九十亿的美元债券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新台币换成美元 去买债券 国人有多爱买美债呢 除了纯粹的美国 美元计价的债券之外 债券一天五 大家觉得债券一天五 好像是台币计价 不对喔 你去买债券一天五 局里来看 你看00687B 下跌下来 你有沒有看到 去年的十六月份 开始出量 表示说下面 大家下档出来之后 开始买 你买了之后 债券的基金经理人 是不是要换成美元 去买美债 要 是一样的道理吧 你不是换美金 但他要换美金 对 他要换美金嘛 所以这一档的美元债 各位知道 他已经大概是 一千六百亿台币左右 所以其实前几档的 债券型ETF 跟股票型ETF的高股息 都差不多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现在 外赛押注的就说 假设债券开始涨 金融股他就得利 所以反过来 就两种 一就是你买债券 二就是买金融股 如果债券涨 金融股又获利 所以像国泰金 他投资不会很大 他先赚美股台股 后面大家在等的是什么 美债的收益 所以现在的话 我觉得金融股 其实还有机会 好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 内资加外资 对 没错 那内资最大力量 依然是ETF现在 没错 那这个ETF 我也要跟大家讲 其实0050 其实已经涨蛮多了 涨到现在会有一个 大家比较会有一个风险的部分是 配息配不动 为什么这次只配一元 然后年化报酬率只剩 2.14% 我跟大家讲 因为0050的涨幅 现在涨了40% 也就是今年度 其实如果你压保的是 高股息ETF 涨得比较少 可是你压保0050的 对不起 涨多之后利率开始变少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声音来说 如果这些高股息 或是这些ETF的 配息开始变少的时候 应该要反过来去压什么 压还没有涨的什么 一些概念股的ETF 举例来说 比如说 我们就提到 特斯拉跟Apple 所以我就帮大家观察了 你如果去看电动车的ETF 今年度的涨跌幅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相对来说 如果有AVIDIA的 都涨得比较好 有没有 00893 00895 这两个 都起到10% 你看 一个起23% 一个起42% 这是今年的涨跌 因为他们的全份股里头 有NVIDIA 但如果没有NVIDIA 就惨了 还有负报酬的 对 所以你看 有特斯拉 00925的负3.07 00902的负6.62 对 所以反过来说 很多人就说 假设我这时候不要追高 我跟外資源不想追高 反过来 如果特斯拉现在在涨 我押特斯拉的电动车概念股 比如说00925 对 你看 今年多少 负3.07 就像蔡英雄讲的 负负责的连称 00902 这做点滴的吧 00902 这他的负报酬 那这个是不是有比较有机会 但是我们一直说 内资尬外资 最能够体现的力量 就是中小型股 今天其实想办法 跟大家讲 就说 投信如果有持续加码 短信有创高的 其实如果你喜欢做股票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标的 包含上面的三档 这也都是算是中型的股票 穩茂 原态 你看今天还创高 投信在加码 威刚其实不可以到 这一波其实 就是記憶體裡面 微光算沒找到 投信還在加碼 可是下面三個 比較弱的是怎麼樣 漲多之後怎麼樣 可能投信買 可是外資開始在減碼了 包含我們看到的這個心象世界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做ETF 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外資都一直在吃豆腐 尤其是世界先進 所以包含心象世界先進 跟所謂的永信件 我認為這個時候 就不要縫地去承接 因為什麼 外資在吃它的豆腐 但是反而本土的投信 有在做加碼 有創高的 上面三檔大家可以做留言 好 剛剛蔡總說這個盤 非常瘋狂 那我要跟著瘋嗎 還是不要 所以這個時候 到底能不能做多呢 來 很猶豫 本來想等它拉回 它又不拉回 那我到底要不要等它拉回 要等還是不等呢 認為還是在等等的 請你給圈 認為不要等了 衝進去 不用怕 給插請舉牌 認為要等的給圈 來 我們來看看 進勳是給插對不對 不要等 然後阿仲哥不要等 這兩個是勇敢的台灣人 有一個是騎中 市場派 然後這兩個 這兩個要等 來 阿仲哥為什麼 任務不要等 越到年底 事情變化越多 所以現在七月趕快 七月中旬之前 趕快做一做 可是這邊有太瘋狂嗎 瘋狂 現在是資金堆出來的 錢多 錢多嘛 那你資金堆就是一鼓作氣 就上去 一鼓作氣 來 建勳呢 建勳也是 其實大家會覺得 第四季美國要大選 所以就變數很多 但是呢 他們兩個候選人家裡人都有官司 所以拜登落選 一個是兒子的官司 一個是自己的官司 川普落選 川普被關 所以這兩個一定是仇恨值極高 博生史的一個選舉 在這個前提底下 所以大家第三季 這兩個人一定會搶票百分百 用什麼 用民粹的政策 所以我會覺得 第三季就如同阿仲哥的吧 趕快做一做吧 第四季以後再休息 第四季有大選效應 對 所以要就趁現在 先不要煩惱 第四季的事情 要就趁現在 我來問一下放中間的 不敢賭啊 不是 我還是看好金融股 因為我覺得金融股 它有潛在的利益 而且金融股 說實在的 很多的包含這些富邦 跟這個所謂的國代銀 它都沒有創新到 所以你做多金融 對我做多金融 但是看完 電子的話我要等它 你要賣 好 電子要賣做多金融 所以要放中間了 那我們就回來談 那麼旁邊上 現在是不是男一換人做呢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 黃仁勳做男一真的做太久了 但是 現在是不是要換庫克來做男一呢 蘋果的股價連續兩天創新高 特別是在今天的重大訊息 重磅消息是 AI協議揭密了 說蘋果將列 OpenAI董事會觀察員 觀眾朋友不要以為 這個董事會觀察員 是一個小位置 這是一個大位置 以前微軟要做這個位置 是要花150億美金 才能夠做到一個觀察員 現在蘋果分毛不花 一塊錢都免開就可以做到 OpenAI的董事會觀察員 為什麼 來 阿忠哥 當然第一個 因為蘋果的用戶夠大 好 而且關鍵是蘋果已經 那你是看不起微軟嗎 微軟當時花了很多錢 可是微軟可以把它的 161現金分回來 它有利益啊 那你這個蘋果你前面沒投嘛 所以我現在也沒有要你投 因為我投了 假設我們是用投資 有財務投資的話 那我OpenAI是不是 我要把很多衣服 都要脫下來給你看 它現在沒有 我現在並沒有要脫衣服給你看 我只是讓你說 我的功能可以放在你的手機上 我們大家平等互惠 所以你看到這個協議的內容 它主要的關鍵是在談說 未來OpenAI跟蘋果怎麼合作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誰 對蘋果是有好處的 是因為iPhone16要推 iPhone16現在要推 大家都在想 這個AI手機裡面到底有什麼 到底有多強大 到底有多強大 那這個東西就給了大家 一個很很棒的一個幻想 很可能它在硬體上面 沒有太強大 就是你看它的那個規格 長得太金屬啊 這些外殼可能都沒有太強大 都沒有什麼金屬 可是問題它裡面的軟體 有了OpenAI以後 好它有了OpenAI 現在它的AI真的會很強大嗎 會多強大 好那我們給大家先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六月份 WWCD上面 這個蘋果講了 它的這個Apple Intelligence 那這個Apple Intelligence 出來以後 大家有點看不太懂 可是這兩天 應該是說這半個月來 陸續有很多YouTuber 開始解謎這個東西 好那第一個它就會講說 我們大家 大家現在看到所有的AI 都在講硬體思維 就是說我做一個很大的大語言模型 然後那問題大語言模型 我拿來幹嘛 一般消費者 阿關你拿大語言模型 你能幹嘛 你要做超級電腦 我拿一個超級電腦回家 有用嗎 我要做菜 我需要超級電腦嗎 不需要吧 我今天開車 我好像用不到大語言模型 對 我今天 我剛才開車來三立電視台 我就跟Siri講說 Siri幫我找一條 去三立電視台最近的路 請問這個需要大語言模型嗎 不用 Google Map就可以了 那要的就是 比Google的搜尋要更好一點 那這個誰來幫你做 蘋果現在就想的就是這個 它做的叫小語言模型 他說我不做大的 我只做小的 因為小的就夠用啦 沒有 小的一個是夠用 第二個很重要的關鍵 請問 我的手機裡面 有一堆聯絡簿 這些人 這些資訊 我要放到大語言模型 我要不要告訴人家說 我阿中哥認識誰 不要 有隱私 有隱私的 我全部都不想上 那今天大語言模型 給大家最大的擔心 是要上魚端 就是我的東西上魚端 我的隱私怎麼辦 蘋果說來 用這個 用手機 我們就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各位 現在如果你是用這個 iPhone15 Pro的 iPhone15的 你現在去看 他的照片功能 已經開始用AI 來跟你弄了 為什麼 簡單說 如果 其實大家可以現在 就把手機打出來 像我現在拍一個 你現在把你的蘋果手機拿出來 好 像我這個是15的 你現在是15的 好我拍了一個合照 對不對 這個合照 有很多人照片對不對 我看看裡面有沒有我 沒有你 好險好險 好 那這個合照呢 我現在把這個旁邊有一個功能 叫做減少入鏡的人 減少入鏡的人 就是你看誰不順眼 想把他刪掉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人我要把他私藏起來 我不想被別人看到 這是我的隱私嘛 這個男人很有用耶 女人也很有用啊 不要公平啊 對不對 於是呢 帶著小三句聚餐 對不對 我把這個東西按下去 有沒有證據 我把這個按下去 他上面就會告訴你 這些人 你要不要把每個助記 都把他助記起來 以後呢 你所有拍的照片 如果你要變成 他有沒有歷史上的今天 他是不是有提醒你 很多照片對不對 這些人就不會出現 我懂了 所以你可以跟你老婆說 老婆我今天跟誰聚餐 你看看 有菜總有阿關 對不對 有吳總 可是呢 那個聚餐照片 老婆說沒問題 今天晚上確實是聚餐 這次聚餐照片隱藏了一個 不該出現的人 不能讓老婆知道的人 你根本在歪樓 人家不是這樣用的啦 這樣真的很好用啦 那反正 很實用好不好 那我就講說 這個東西 因為他可以幫你每一個人物 每一個人物 標記 標記起來 那接下來 比如說我們今天我來上節目 今天幾月幾號我忘了 但是我要 好 不是我說我假設一個月以後 我兩個月以後我忘了 但是我就記得說 我今天有蔡總 有溫先生 有誰 我就點名說 有他的照片 請幫我叫出來 趴一下全部出來 這不錯 這個是AI 這就是AI 這就是iPhone16會有的功能 那我等一下我問下來 蔡總你這個是AI手機嗎 你這個是三星的 那個把人叫出來 還有隱藏人物 這個沒有 你的功能沒有 三星 對A18會更進步 所以他還可以跟後面 Trap GPT全部去連 所以你就知道 感覺台積電又要漲了 哎呀 A18晶片現在據說已經開始在加碼了 好嗎 為什麼台積電會漲 就是因為昨天全球已經開始講說 蘋果的iPhone16預期會比原來的銷售量賣更好 現在已經預估可能超過一億台 那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在開始看這些所有的功能 小模型AI功能 好 那我剛才講 除了這個還有別的嗎 好 圖片 圖片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對不對 像我都常常忘記了 我就記得我在哪一個餐廳吃飯 我也忘了幾月幾號 然後你也不記得人了嗎 我記得人 那於是我就搜尋那個人 或者我搜尋那個菜 他就出來了 搜尋菜也可以喔 可以啊 他說你搜尋我臉上的一個貼紙 我都可以出來 AI厲害就這樣 就是我想不起來我跟誰吃飯 我想不起來在哪裡吃 但我記得我吃一道什麼 紅燒魚 對 他只要AI能辨別 紅燒魚 你寫進去之後 他所有紅燒魚照片都出來了 對 就出來了 好 那有沒有到那麼強大 我不知道啦 但是他文本寫的說 他的功能是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一個文字 好 你現在所有的文字 我今天寫的任何一個摘要 他可以幫你重新寫 rewriting 什麼叫rewriting 這個S24也可以喔 好 rewriting就是 我今天還可以假設 我今天是我想寫一封求職信 好 我今天想要來三立 申請一封求職信 請你用口氣幫我模擬 他就重新幫你模擬 按照你要現在情境使用的功能 那你得告訴他你現在的情境喔 對 我要告訴你 我現在有什麼情境嘛 那我今天一樣 我把我的個人資料輸入了以後 我現在要去求職 我寫一封求職信 我今天很高興 我想要跟阿官來認識 我要想跟阿官來認識 寫一封email 他就幫我寫了 然後而且他還可以幫你的email 還有你所有的文件 整個全部整理以後 全部叫Siri一起幫你輸出 幫你輸出來 這個厲害吧 這個不用大語言模型 這個全部都在你的手機上有的資料 我再問一下 全部把它貫穿 三星的AI手機現在辦得到嗎 沒有那麼好 翻譯啦 只有翻譯 你常用翻譯 翻譯這個大家有 翻譯這個Apple也都有 但是rewriting這個大家就沒有 好 再來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 他總共有七大功能 我今天只講三個 我剛才現在講兩個了對不對 還講第三個 你講完我都已經很想換手機了 好 第三個 我跟你現在打電話 我現在跟你打電話 我跟你打電話 在通訊對不對 好 接著 打完電話以後我就說 Siri 把我們剛才通話技術 全部給我寫出來 print出來 留下文本資料 再幫我們之前的對話 全部對在一起 怎麼樣 我都不用按鍵 我直接Siri 全部印出來 這要錄對方的印 比較方便 所以他等於是 他等於是把我跟你的對話 錄下來之後再翻成文字 然後他去比對過去 我們的對話那樣 應該簡單說就是 這要是你跟我心口不一 你明明上個禮拜 跟我說這件事你不會做 你不要都這樣歪樓 好不好 都要從那種 又是什麼把小三隱藏 又是要跟你講告 不是 不是 你的概念就是 你這支手機變成你的助理 你就是有一個秘書 你今天要叫秘書 幹嘛就幹嘛 那這樣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多一個秘書嗎 你等於買一支蘋果手機 就多了一個秘書 很好用啊 這樣聽起來滿厲害的 那這樣蘋果會漲吧 我覺得一定會漲 我們就先來講說 蘋果的股價現在怎麼樣好不好 中哥講到跟飛天一樣 蘋果股價其實早就都已經反應了 我們請導播打一下這個蘋果的股價 來來 對 蘋果的股價 你看從 二二零 五月份大概一百六一百七 漲到昨天兩百二十塊 就上半年我們都看 所以他說蘋果就是沒有AI 就是很落後 突然直接 他一推出就讓你驚豔 結果你看他這兩個月 股價漲了快三成 各位蘋果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大市值的公司 那台積電花了一年漲了 他大概花兩個月就已經漲完了 所以這一定是三星 有什麼東西的基本面在變化嗎 不然股價怎麼會漲成這樣 各位如果把這個蘋果的時間 再往前壓縮一下你就知道 來說小一點 這波股價真的會說話 所以為什麼今天特別講說 在七八月外資都在放假的時候 都沒有題材的時候 戶價來戶價是誰 來戶價的是蘋果 好我們來講說這一次iPhone16 就是他硬體的規格 到底有哪些改變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鏡頭的改變 你看這一次 剛剛講的是軟體嗎 我們現在來講講硬體 來 硬體鏡頭 一般來講 大家9月份要Launch 現在有些什麼間諜圖 早就都已經出來了 那這一次看起來 還是三眼怪 還是三眼突眼怪 還是三桶 沒有進階到四桶或五桶 所以差距不大 那出來的大概就是四款 iPhone16跟Plus 那Pro跟Pro Max 那相關的硬體設施 他的晶片 那就是用台積電A18 A18 三奈米 再來5G Modem 他用的是Cocom的 但是他是用三星去封的 那再來Wi-Fi的部分比較特別 Wi-Fi的部分有變成Wi-Fi7 在Pro Max的部分 Wi-Fi7 對 所以Wi-Fi7相關的股票 因為大家就可以 明年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台灣最近的PA 都蠻強的 所以剛剛創新談到了穩帽 對啊 所以PA 就是規格動 股價就會動 那再來 我覺得最大的利基 就是在鏡頭 鏡頭有三個三眼怪 三眼怪 就是一個是主鏡頭 主鏡頭 各位都知道 都是大力光的天下 因為他最難做 量力最高 那蘋果也不太容易跟大力光砍架 那第二個就是一個超廣角 跟一個景深鏡頭 超廣角過去都是一千兩百萬畫素 現在把它拉到四千八百萬畫素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超廣角 超廣角 超廣角的單價 當然是比主鏡頭要低一些 但是一年就兩億支 這個這麼多 所以你看蘋果蠻有意思的 軟體是要把人消失 硬體是要把人抓進來 超廣角就是拍不到的 通通要給我拍得到 所以我覺得相關的股票都要注意 那個蘋果本身的股價都已經先漲給你看 那我們就來看外資圈 怎麼抓這些數字 外資圈 我們到下一張CG 我先各位講一個小結論 過去一個月我們成功預測了外資會成功調升 臺積電的這個目標潮 這件事情做到 我再跟大家預告一件事情 我先擺在這邊 就是未來各家外資對蘋果的調升潮也會來 因為我最近幫各位做一下功課 我去調一下Bomber大概60家的華爾街券商 對蘋果的看法 都是正面的 沒有那麼正面 但是我看他的財務預估都太低了 而且我 之前都估得太低了 他目標價最高只有240 250 那再來他對於今年預估的數字 跟我自己去調研這些蘋果供應鏈 所問出來結果發現有上修的空間 我懂了就是你看到的這60家華爾街報告呢 過去都太看衰蘋果了 那如果他突然發現蘋果沒有那麼糟 就會往上調升了 這就是我們稍微再臭屁一下 我們台灣蘋果很多東西都在台灣生產 所以我們就可以就進去做調研 這是我們比較佔優勢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年度 這應該是美林抓蘋果的銷量 今年大概是抓2.32億支 在左手邊的部分 我們來看2024年對不對 美林評估是2.32億支 那在明年大概抓到2.47億支 那其實阿忠哥剛才有特別提到 其實就大家去供應鏈查訪 發現其實很樂觀 他的上修的氣氛是一直有在起來 這起義 那我們就來看這些供應鏈 這些老闆們怎麼說的 供應鏈怎麼看呢 那郁金光這個陳董 我來唸一下好了 快速唸一下 郁金光五月份的營收YOY是成長了一倍 星期開始拉貨 第三季是傳統旺季 禮品營收獲利又於去年 大力光五月份的營收YOY是成長33% 大力光是這麼說的 他是老實說 他說7月業績看起來比6月好 第三季有比較樂觀 但實際情況仍然看客戶的銷售 賣得好不好 無法預測 不敢預測到底賣得好不好 但是他說7月會比6月好 那麼高峰應該會落在9 10 11 同樣就是Q4了 林恩平期待 今年可以賣得更好一點 好 台積電 大家非常關心了 五月份的營收台積電 成長30%的台積電 這麼說的 他說蘋果是我最大的客戶 漲價很不容易 我不評論單一客戶 因為他已經對NVIDIA漲價 NVIDIA也同意了 黃仁勳說沒問題 該漲該漲該漲 但是他到底能不能讓蘋果也接受漲價呢 他沒有給答案 他說新進封裝平台有新增添重量級的客戶 蘋果在2025年會導入 這留下了伏筆對不對 這句很重要 這些都是檯面上的說法 跟大家慢慢來做解讀 這個郁金光的部分 他是董事長在股東會講的 他說希望今年的獲利能夠優於去年 我跟各位講 這太保守了 五月營收就三位數YOY 他前五月的營收就快營收YOY快八成 那怎麼可能說今年只燒比去年好 所以太保守了 所以郁金光的股價也特別好 那大力光呢 那大力光這件事情有很有貓膩 大家都知道林恩平講話 向來都是四平八穩 客觀我覺得是要 這個賣得好不好要看無法預判 但是我主觀預期 今年可以賣好一點 我就問各位 這個大力光是什麼產業地位 他是全球手機鏡頭的龍頭廠 這樣的老闆可以亂期許嗎 如果期許落空不正丟臉的事情嗎 所以他期許會成真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有些把握 才敢講出來 那我們來看台積電呢 好 台積電向來不評論單一個股 單一的客戶 但我覺得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台積電要漲輝達的這個產品的價格 漲得動 但是蘋果漲不太動 因為蘋果是台積電最大的客戶 佔了百分之二十五 那漲價其實不容易 如果要漲的話 大概也是三趴以內 這是我自己去調研的 那另外就是今天特別有一件事情 這個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 今天大摩又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報告 大摩最新熱呼呼的報告 今天特別有一件事情 這個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 今天大摩又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報告 大摩最新熱呼呼的報告 對 他的時間是六月二號的晚上 就等於今天早上出來 盡選好用功啊 寫了好多備註啊 因為我背後沒有字 所以我只好靠這個 靠自己來講 那第一個他開頭就跟你講說 後段供應鏈觀察 蘋果將採用台積電SYC的服務 好 那他就開頭就直接跟你說 呃台積電受惠 新型受惠 金元電 大魚 日月光 先跟大家講一下 台積電為什麼這是SYC這麼重要 台積電的先進封裝有三個家族 一個家族就是COVAS系統 大家都知道 另外是INFO 第三個堆疊的是SYC 這是三種不一樣堆疊 三打家族 好 對 那蘋果採用了SYC等於這三隻腳都全部形成了 都有大客戶用了台積電的先進封裝 這是第一個意義 那再來呢就是 那我先問一下 因為我搞不太清楚 那COVAS你說的三隻腳嗎 對 COVAS主要是不是就AI在用 AI在用 INFO也是 他其實有三個有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堆疊的方式不太一樣 INFO也是嗎 也是AI在用 就是客戶用的堆疊方式不太一樣而已 那蘋果用的是你剛剛說的SYC 最近最近要用的 那他用在M系列 M系列是蘋果用在哪裡 用在MateBook 或者是Pad 那他就講說明年要導入 導入會有二十萬台左右 那他就會講說 這當然die size 就是他的晶片顆粒會變大 顆粒變大 百分之十到十五 當然對台積電就有利 那他底下的基板就是星星做的 那所以他認為 3037的星星嗎 他認為3037可以有點利多 ABF是這樣子 ABF已經成期了大概一兩年 因為他不斷的擴產 但是他產量始終填不滿 所以能不能藉由這個利多去加持 可以再觀察 那另外他提到了 所以你剛剛報了一隻文帽 一隻信心 我都一直聽到明白 不好意思 報告裡面 我是還蠻慫的 那講到了晶圓電 他特別提到晶圓電 晶圓電 來2449的晶圓電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就是晶圓電 他的測試時間 是非常非常長 就這一邊 在左邊 左邊那張圖 是 晶圓電 他為什麼會MS特別力推 就是因為測試時間太長了 太難測了 你看H100 那他測過了沒 你看H100他左邊測試的時間 本來可能到一個小時 實際上他測出來要大概兩個半小時 在左邊左邊 那藍色的B100 B200系統 B200在這裡 對不對 他可能預測一開始要1.5個小時 結果呢 結果要測到五個多小時 五個多小時 所以測越久 耗材越多 對於這些測試場就 越有力 所以他據此 就覺得晶圓電好棒棒 那今天剛好 CLSA也特別把晶圓電 調升平等 我最後花一點時間 他把EPS今年是抓在八塊多 明年九塊多 那今年YOY有大概百分之七十九 最後做一個小節 就是在 就是文貌新興晶圓電嗎 小節不是這個 小節是說在七八九月 我們真的太不淺了 AI空窗的時候 護駕護駕誰來護駕 蘋果來護駕 理解了 那蘋果來護駕 除了文貌新興晶圓電之外 大家也關心 那台積電呢 來我們來看台積電的新聞 台積電最好了 AVIDIA長探也是 AVIDIA供應鏈 蘋果長探是蘋果供應鏈 所以他腳踏兩條船 來台積電的COAS擴產 今天船出 之前不是船屏東嗎 看起來屏東好像供孤了 今天船的新地點在雲林 真的有可能在中科湖尾 大中科應該是 大中科的湖尾園區 因為他整個擴大 整個中科的園區計畫 所以未來那個園區會越來越大 好 真的有可能就是在雲林嗎 雲林房價要漲了嗎 昌星 對 因為其實說老實話 這個嘉義離雲林湖尾其實比較近 你就又到這個屏東去 嘉義是確定 但他因為挖到移址 所以他要找替代方案 那之前是傳說替代方案是在屏東 對 那現在又傳雲林 對 雲林就比較近 那雲林可能性高 對 雲林可能性比較高 而且這是第一個離中科比較近 而且大家知道 虎尾園區 他本來他是一個園區 這個地的 我說老實話 那虎尾如果跟中科連起來 就是變成一個類似 我剛剛說的大中科園區 對 因為他前面不是掛虎科 因為有一個虎尾科 他不是掛虎科 他是掛中科的虎尾園區 所以他要把它擴大 所以就表示大台中區 那大家就知道 這樣從北中南的串連 可能從北部的新竹 然後到台中的台中的中科園區 那延伸到什麼 延伸到雲林 延伸到虎尾 那再來還有南科的部分 特別是北中南 那這個北中南 大家知道 就是剛才這個監運提到的 要把COAS SOIC 大幅的提升 這樣的一個產能 所以現在看起來 如果有地方可以落腳 那基本上 其實他波動比較大 那我也跟大家講 那現在訂單字的塞報報道 他不能夠等那個移植的問題解決 就要趕快去找到一個新的地點 現在就趕快投了 為什麼 因為每年每年我們舉例來說 他為什麼要全力充製 包含說從COAS的這個量能來說 每年每年都是要倍增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 2024是4萬片 明年估就是6萬片 2025年要5.5到6萬 2026要7到8萬片 所以大家知道 這建廠不是說我建了馬上用嗎 所以我現在明年有需求 我就要趕快建 那EUV就是說 接收高峰起來了 其實說到這個 至少這兩年 會有60臺EUV要進駐 對 而且這個其實是大家最眼紅 其實第一屆就是DUV 高屆EUV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說艾斯摩爾的八成的產能 通通都給台積電 台積電聽說 現在公布出來是2024年要53臺 2025年要接收72臺 所以你看我一邊有COAS 然後我要EUV 那當然我就要什麼 大舉擴廠 那擴廠的過程中大家就要講 那如果要擴廠的話 台積電接下來7月18號的法說 凶掉了 非常值得期待 但是我現在我想吳總 COAS現在真的是搶搶棍嗎 第一個搶搶棍的原因就是 NVIDIA的這個晶片 公不應求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以2023年 AI晶片 它大概出了300 2023年大概出了376萬套 2022年出246萬套 所以2023跟2023的年成長 YOY大概是45%左右 45% 對 那它佔整個市場大概是98% 那這個都還不夠 難怪它被人家反壟斷調查 對 反壟斷調查我想是難免 這個 坦白講 人家反壟斷調查 因為實在是錢都被它賺光 是 真的是 然後你想一想 它光是2023年 就是在Data Center的營業額 營收大概是362億美金左右 很高 362億美元 相當相當高 成岸就要被課10% 8% 8% 對啊 我想大概 就是說 當然他們提出來法規 我想 養那麼多律師一定是有用的 AVIDIA 我相信一定養得多的律師 那我回來講 也就是AVIDIA 這個成長性實在太驚人了 對 所以讓台積電真的是供不應求 急著要擴廠 對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SK Hynix 是 它是HBM 它計畫在這四五年裡面 要投750億美金 那750億美金要做什麼 其中大概80%主要是要去擴充 它的HBM的產能 就是高頻寬記憶體 那這個高頻寬記憶體 就是你COAS裡面 要放高頻寬記憶體 就是整個 比如說是H100 或者是V100 V200 這個都是要HBM 那要這麼多 要投這麼多 第一個這個市場一直往上來 所以COAS的產能是不夠的 那補充一下 COAS是大概是還不到3D 就是說它接近3D 2.5D 那SOIC就是台積電的是3D的封裝 那蘋果以前它手機裡面的AP 就是應用處理器 用的主要是INFO的封裝 INFO封裝 也就是說當年台積電能夠去綁住蘋果 主要靠INFO這一個封裝 那現在它要用SOIC 主要是要用在M4 那這個東西除了在它的iPad 或者是Mac另外一個要在它的Data Center 因為蘋果 它也要做資料中心 Apple Intelligent 它一定要自己的Data Center 就是說它不要放到其他的雲端 放到我的Data Center 一本來就拍到的 對 一拍到的但是它本身來講 就是客戶的隱私權都被保障 好那我們當然回來股價 來我們來投一下票 台積電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積電的表現了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 盤中走數我們來一下 在今天是收在979 在今天是全場都在盤上 收在979上漲將近兩個百分點 那麼從日K線的角度 我們再來看一下日K線 台積電實在有夠厲害了 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現在又上來了 要來挑戰前波高點984 甚至千元台積指日可待嗎 各位現在可以做多台積電嗎 做多台積電還要等嗎 還是不用怕我們把它放進去 認同他不用怕把它放進去 請給圈 請舉牌 台積電 剛剛講的口波橫飛的 竟然給擦啊 剛剛iPhone講的那麼厲害 來 台積電給擦 擦星給擦 我們看到有兩票圈 兩票擦 一票在中間 你為什麼給擦呢 你剛剛不把iPhone 講得跟誰一樣嗎 不是 你剛剛講的話叫做 衝下去 幹嘛明天就衝啊 我不要明天衝啊 不分到後天可以嗎 有拉回再衝嗎 有拉回嗎 這看起來 我跟你講 台積電不會天天漲 因為台積電天天漲 馬上到頂了 因為我如果問 要不要做多台積電 都通通圈了嘛 對不對 這種問題不用問啊 所以我不可能問 那麼簡單的問題 等拉回再買 等拉回再買 那麼 還包括誰剛剛舉差 你舉差 你為什麼舉差 我覺得是這樣子 現在已經大概把 EPS大概已經反應差不多了 大家知道 其實2024年預估是40塊 2025年預估是50塊 其實乘以20到25倍的本益比 已經差不多了 也就是說你這邊接近1000 你去追沒意思啦 你一定要有一個空間再去追嘛 譬如接近900 所以你跟阿宗哥的意見一樣 拉回再買 對 不然的話就要怎麼樣 比如說海電營收要開出來更好 那如果不然的話 我就要拉回再買 那如果不然的話 我就要拉回再買 好 那我先插播一下三大法人 來 外資果然在今天買超 買超了92億 投信買超77 反而買超了197億 來 蔡總你剛剛是舉中間 中間 我覺得台積電會有高點 但是很迅速會下來 我們再看一下台積電 這下意數 會有高點很迅速下來的意思是 它有高點我要賣嗎 我們再看一下 你看台積電雖然這幾天 搭起來已經逼近前高 那個量下面的那個成這樣說 跟輝打的模式一樣 有一次我跟大家講說 輝打這一波起來的時候 創高點 那你為什麼不給差呢 不是 因為它有蘋果的概念 現在輝打的概念 可能慢慢降低 但是光蘋果 好 那我質問 那手上台積電到底要不要買 照你的邏輯 那不用 不用買 手上台積電不要賣 但是你剛剛講的意思說 沒有的人要再去創 但是沒有的想要買的 對 它會過高以後 因為量冷不足 這個我覺得外資也沒有真的 真的在買 也不是真的在買 這個就是氣氛的 外資今天的買超 應該絕大部分的 應該是金融股 對 應該是 如果我們沒猜錯 所以手上有的不要賣 但是如果要進場買的 跟阿忠哥的意見要再等等 對 好 那我們也有樂觀派 來 建勳 我挺神山 神山挺我 距離前高又很近 講得好 我挺神山 神山挺我 我就跟大家講 我就很早看好 二三月就看好一千塊 那其實一千塊 我已經跟大家分析過很多次 台灣的台積電 不應該只有本一比值二十五倍 你看那個每差微都四十倍 NV都七十倍 我們來個二十五倍三十倍是不行嗎 那再來是跟大家講說 要不要明天買 不一定要明天買 但是呢 我是覺得 如果很大部位 因為我很多機構法人的朋友 很大部位 分批買 他們就是一直買 買著之後 然後就不會放 因為他不會很多 他們要塞部位 就是塞台積 那如果說你覺得 你的小股比較厲害 那就去買小股 如果你有錢 不知道怎麼買 就去買台積 好不好 台積挺我 我挺台積 對